某朋友说了某位大妈沙的一个超级才技故事,话说这位大妈沙搞一只新股上市,至于基础投资者,粒粒天王巨星,都是大妈沙的亲信心腹,绝对不会动他们,前景那么美好,市场肯定是疯狂那么去抽啦。 结果一上市,股价跌一半,输到所有人啪啪声,于是,大家肯是妈差个大妈沙,无理由做芝加哥杀手,专杀自己有,实在太过无道意了,他如何向乡亲父老交代,这么无信用,以后又怎么做事啊? 两年后,迷底揭开了,大妈沙把这只股票私有化,买了的基金,连本带利都可收回,当然利润不多啦,不过算做有利润,都可以交代,不用炒油了,然而,也不用说的,估计在私有化之前,有好门都已收到封,大家齐齐买,私人荷包赞到了笑了,朋友赞叹说,这位大妈沙的才技,当真是出神入化,我说, 其实所有这些才技,最重要的,是大量信得过的人,像以前的创业版新股全配售,每个挟高几十倍,好像很容易,但其实要培训出三百个人头,个个赚几十倍都不沽,是多么困难的事,要用多小时间建立互信,方才可以做得到哩,最后,大家不妨猜猜,这位大妈沙是谁,这只又是什么股票呢? 感谢观看